所以我一再強調它供營業使用 好 供營業使用意思 它就是國資拿來投資 或者是輸售為目的的 然後再來是可以產生長期 長期的喔 好 就是我等待我明明是 成為你以上的運歷了 然後再來呢 它是具有實際的形體 那意思是什麼 它跟無情資產是不一樣的 好 無情資產的話呢 它是沒有實際形體的 好 所以呢 先告訴你一下呢 什麼是我們自己所定義的 不動產廠門及設備 或者是我們的財務派遣準則上面 所持募 之前所稱的固定資產 好 那固定資產它的內容可以分成 什麼不動產廠門及設備 礦產資源 生物資產 那生物資產尤其是 我們在出塊裡頭沒有提過的 礦產資源其實我們在出塊裡頭也有提過 那不動產廠門及設備呢 這樣出塊也有提到 好 其實也沒有太多太新的東西 只是當時候同學可能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不是那麼熟實那裡的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到了東派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觀念或這個處理 快去處理能夠講得更精確一點 或者是講得更深入 好 那這三個分類啊 好 所以我剛剛講說無形資產就不在這個分類的項目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要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要談哪些 哪些時間點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說當我們有取得這個資產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想 我入障的成本怎麼決定 還有我用的科目 尤其是這個分類的時候 我的科目也很重要 好 非常舉說 像我們去買房子 一定是房屋跟土地一起買 雖然我們的那個就是線上在報價以後 一定是房屋跟土地一起算 好 那我們入障的時候 我們的房屋跟土地要分開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說 當我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談這類資產的時候 我們要想這類的資產 我們講資產 所有的資產我們要承認的時候 我們的快遞處理有幾個時間點 第一個 這個資產發生的時候 入障的經驗怎麼決定 入障帳款 存貨 那因為沒有客戶的問題 產生債存就是入障帳款 我買東西進來 你就是決定什麼系統 虛盤點銷的經驗盤的制的科目而已 然後接下來重點就是什麼 它的金額怎麼決定 好 那第二個 當我們講入障帳款存貨的時候 這是需要這兩個科目 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入障帳款要不然就是收到錢 要不然就是沒收到錢 存貨要不然就賣掉 要不然就沒賣掉 就這樣而已 那第三個時間點就是要期末評價 那期末評價就是要怎麼 去評估有沒有損失 徵收帳款有沒有發生 呆價能費用 存貨有沒有產生疊價能費用 存貨有沒有產生疊價能費用 好 所以在我們講 徵收帳款這個資產科目 或者是存貨這個資產科目的時候 我們只有這三個時間點開始取用 那我們講固定資產 不動產產科目的設備來說也是一樣 我們有四個時間點 它有四個時間點 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第一個一樣都是 當我發現這個交易的時候 我入障 第一個 我要先決定 他的科目要用什麼 第二個 我要在這個時間點 我要決定他用多少金額入障 他的金額怎麼回應 陸上金額怎麼回應 第二個 需要這個科目 就是大修還是一般性的維修 就是只有這個資產當中 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第三個階段是什麼 第三個階段就是期末要評價 他的資產除了可避之外 我們一定會因為你的使用 或學生的經過而耗損掉他的價值 所以我要題目的折舊 所以他的期末要做一個成本本販 另外一個也要評價 好 評價的就是什麼 帳面價值跟他的可維修金額 好 來做評價 那第四個階段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剛剛講說存貨也好 依舊帳也好 只有三個階段 一個派遞處理對不對 但是這個分類底下還有四個 為什麼 我的固定資產 或者是我的不動產產行其設備 如果我使用到人耐用年輕期滿 或者是未滿 我就想要区分他 所以他有多了第四個就是你的成本 不管你是到了他的耐用年輕 或者是未到他的耐用年輕所做的 都叫做成本 好 所以我們有四個階段的快遷產物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 存貨、應收賬款 它就有三個階段 金額入障的金額決定 這個透明發生當中 年度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以及期末的評價 好 那我們的固定資產 或者是不動產行其設備 它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他的路上金額 跟客戶的決定 第二個就這個客戶當中 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維修嘛 就是你要去界定 它是什麼樣的維修性質 好 第三個 期末要不做的事情 期末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成本分開 一個是要領家 第四個 不關於這個資產 那用聯繫期滿 或者是未滿 我要處分它 那我的快遷處理 所以它有四個結合 我的快遷處理 好 跟前面多一點點 那當然多這一點點也多很多 因為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 我的存貨也好 益修章法 入章也好 它只要決定金額就好 沒有客戶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動產場合及設備 我們要決定我的客戶 好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種客戶的問題呢 我剛剛是不是講 比如說我們去買那個房子 那基本上呢 除了現在這個台北嘛 和捷運券的這個國宅 還有什麼地上使用權之外 你可能是買房子本身跟使用權 並沒有擁有這個土地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是什麼 土地可以私有化的 所以你去買房子的時候 通常是買房子跟土地 那你買的時候呢 借車公司或者是賣房子的 我會跟你講 土地是多少錢 法律是多少錢 通常不會 他跟你講總金額是多少 好 成交金額是多少 那但是我入章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分成房屋跟土地出來 所以我的科目要去決定它 好 所以它相關之下 一樣一開始 我剛交易發生的時候入章 我不要決定金額 我要決定策务 那它現在怎麼決定成本原則 什麼叫成本原則 什麼是成本原則 你說成本原則非常常常會用到 所以你可以要理解 什麼是我們財務會 我們會計準則 你所謂的成本原則 什麼是成本原則 有沒有什麼 可以 大家可以講一下 什麼是成本原則 什麼是成本原則 成本原則 我們是不是要提幾個觀點 一個是到達可供使用狀態 合理之出 這兩個點 一個到達可供使用狀態 或可供銷售狀態 然後再來是個合理之出 譬如我們說 好 像我常常的 我們看一下 每次我去好市桌 就看到有人 他拿那個牛奶買了10罐 那種三千星星的 我們這一罐我都要喝很久 他買了10罐 那個牛奶都是有 譬如說什麼 連貢連那種牛奶 不是那種紙盒裝的那種 我想10天而已 他保存10天 大概7天到10天而已 他10罐怎麼合 那大家如果可以想像得出來 他就是什麼 另外就是早餐店 就是他是在做生意的 那為什麼他去好市多買 因為他大量的 因為好市多比較便宜 那10罐牛奶也很重 好 那好市多 因為他賣的 譬如說一罐205 三千星星 那如果是你到全聯 或者是一般的那個超市的話 可能是2000星星 大概就178塊的樣子 就178塊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你在那邊買是不是便宜了 五、六十塊 但是因為你超市買 是在人家隔壁去買 都可以回來 像全聯啊 到處都有 所以進去買等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你不用開車 或者是停車 或者是很麻煩 可是呢 基本上 你說那你要打 你要那個打果汁的時候 你不能叫好市多那邊 沒有要跑過來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什麼 把他買回來 所以運送運費 為什麼我們的進貨運費 是我的傳感 因為太方告訴你說 我的賣給你的價格 是到我的倉庫門口 這就是你的事情 所以他賣的價格比較便宜 因為他不包含這段的運費跟保險 那就買方來講 我不能住在你的倉庫門口呢 這個我怎麼去使用它呢 但我一定要把他搬到我的指定的地方 我方便使用它的地方 所以這段的運費 就買這個東西的成本 所以進貨運費是我的進貨成本 這樣子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好 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成本原則 不是只有存貨的成本原則 很多的資產它都有成本原則 所以像我說 那個房屋好了 我買房子 我們講這個最常見到是買房子 買房子我跟賣方講好了 好 我要買你這個房子 你開價 好 現在房價都很高 這個假設你開價一千五百萬 好 你開價一千五百萬 有人是用他開價一千五 我就一千五萬買到嗎 一定不會嘛 一定會跟他預價 說好 你就是預價 說實談白話一點就是什麼 跟他殺價 所以你一千五百萬 你可能殺價出來結婚剩九百萬 那你要承認說 你買這個房子是一千五百萬還是九百萬 當然九百萬嘛 因為我跟他成交的是九百萬嘛 最常開價是一千五百萬 而且我跟他成交的是九百萬 可是你的成本就九百萬而已嘛 不會啦 你有房子 你一定要過目 好 所以你過目的話呢 賣房子 買房子你有棄稅 房屋有棄稅是賣方負責 好 那他賣方會有怎麼樣的稅呢 他就是除了什麼 未來的財產交易所得稅之外 他在交易當下有的土地增值稅他要交 所以買賣雙方是各有各自己要負擔的 所以就是我現在講我是買方 我剛才談好九百萬 但是我最後付的成本絕對不是九百萬而已 因為什麼 我要付一些規費 房子要過戶 土地要過戶 我要繳規費給那個政府 就是國稅局或者是稅分處 那這個東西呢 所以我除了稅之外 所以我自己沒辦法跑 我在上班啊 我沒有時間去這個 這個去做這件事情做我的貸書 我委託貸書 那我委託貸書 我就要給他錢啊 好腿也要付錢啊 就我有貸書費 好 所以這些都是我的什麼 買這個房子的成本 好 所以我說呢 成本原則到達可供使用狀態 我買這個房子 我要付這些規費 政府規定的合理啊 好 這個不管合不合理啊 這是我一定要發生的 那另外呢 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做 好 因為我沒有 或者是我不會 我不懂得怎麼去跑這個流程 或者是我沒有時間 所以我請代書 對 這個代書費也是合理 必須發生的 不是說一定必須 合理發生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法規務的成本 所以成本原則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 一切合理基礎 所以兩個點 可供使用或可供銷售 商品的話就是可供銷售 然後合理基礎 好 不合理的 不能當作你的成本 好 所以這兩個是我的成本原則的點 重點在這兩個地方 所以我入帳的時候 我一樣在講不共產的時候 我入帳的金額就是什麼 就是指 第一個你要先去 因為我剛講說我買的是房屋跟土地 成交是房屋跟土地一起算的 所以我要去把它拆開 房屋跟土地分別入帳 因為房屋要幾倍折舊 土地不還幾倍折舊 所以你不能寫房地財 好 所以記得 雖然我買的時候是房屋跟土地去賣 但是你入帳的時候不能寫房地財 好 你一定要寫房屋一個會計客戶 好 那至於你怎麼去分開 這我們後面回去講 好 那再來除了這個之外呢 比如說我買機器 好 那機器跟生產有關係 就是我的生產那個設備 好 或者是我的什麼機器 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要談一下 因為其他東西可能比較容易 比如說這是我的辦公設備 這是我的修路機器 這是我的一般的生產器具 這個都很 你要分別去入帳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要去看看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 一般來講設立工廠的話 那工廠其實都不會在市區嘛 好 那不會在市區的話呢 可能你譬如說我的廠房 可能就是一千平坪公斤 一千平坪 嗯 一千坪好了 但是我的廠房一千坪之外 我呢 買那塊地全部是一公頃 那我的廠房一千坪之外 剩下來都是什麼 就是我的員工的什麼 比如說停車廠啊 好 那或者是呢 因為這個員工呢 工作很辛苦 像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Google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好 我不曉得前一陣子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新聞說 Google的離職員工呢 去控告Google的略帶員工 哎呀 那不是突破 這個違反我們對Google的認知嗎 好 它的理由其中一個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說 Google呢 它因為無限量的供應臨時 害它呢 進去兩年之後呢 胖了15公斤 好 這是它控告Google的原因之遇到 所以 這是要給它的福利 那重點就是 按照什麼 他們也Google呢 我記得那時候呢 講說 他們因為這個寫錢師啦 或者是找那個工作裡 所以它很辛苦 所以呢 他們是從 希望他們在很輕鬆的狀況之下 有些創意出來或者是鹽啦 所以他們有什麼運動器材啦 或者是遊戲機啦 就在他們當作是很輕鬆的地方 所以它的理由就是 這些東西很吵雜 會影響到它的上班的那個情緒 所以這也是它控告Google的一個理由 但我想這個只是一個好玩法 我相信沒有法官一定會因為這樣子 去看Google要配合什麼東西 好 所以這個只是告訴你說 所以我在談的這個就是說 它因為在比較偏遠 所以這個老闆也很人性 譬如說這麼遠的地方 他這個做得很煩的時候呢 他還不可能跑到哪裡去啊? 所以我就在我的工廠廠房的外面 這樣我有那個一公頃那麼大嘛 我就一千 我不知道喔 平跟公頃之間有那個怎麼換算 所以假設它旁邊還有九百坪的空地好了 九百坪的空地呢 它可能四百坪呢 是九千坪的嘛 四百坪當作那個四千坪當作警車廠 對五千坪呢當作什麼 去做假山假水 它工作很煩的啦 或者是很疲勞的時候 可以去外面走一走 所以它有一些景觀的設計 好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呢 那一千坪的廠房 那就是我的什麼 建築物就是一千坪 好 那但是其他的地方呢 好 那我這個旁邊是不是 一公頃我旁邊要把圍牆 這個圍牆是在土地的上面 但是圍牆不會說一百年之後 或者是不要說一百年啦 十年之後跟十年剛蓋好 剛蓋好這個牆會長得完全一樣 沒有任何破損 不會吧 就像圍牆啊 或者是說我的假山假水這些景觀設計 去一段時間就是什麼 它就會有一些花粉樹都很重的不好啦 會等等的 是不是你就要去什麼 維修它 所以雖然它在土地上面 但是它不在房子裡頭 我們就會有一個什麼叫做 土地改良部 這個會計看不見 就是我現在在講的是說 工廠外面 公司的圍牆裡面 這一段這個部分的空間 我去做了一些景觀的設計 好 那我這個景觀設計呢 因為它雖然它不在 它不是房子 因為它們有個屋裡 好 那但是呢 它不像土地一樣是永久不敗壞的 所以我必須單獨設一個科目 叫做土地改良部 好 那換言之 土地改良部不需土地 所以它會有耗損或者是時間性 或會有成本分攤的問題 好 那這是可能之前也有特別去提到的 土地改良部 那車道 停車場服 土地改良部不單獨為什麼 對景觀化它的會計科目 它會有停車場 這個資產的會計科目 好 所以你的不動產呢 其實你要根據你的實際的狀況 去找到適當的會計科目來入帳 好 這是第2個 好 我說一開始成本發生的時候 我入帳的金額的決定成本聯合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要找到適當對的會計科目來入帳 好 但是呢 其實我要講 這個我們這次考試呢 是考到第一個階段 我怎麼去決定我的會計科目 以及我的入帳成本 那入帳的金額的決定呢 其實有好幾種情形 那我們這邊要重點放在 就是說我取的這個資產有幾種方式 一個就是買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跟人家交換 好 交換其實在我們出發已經有提過 我今天先不講交換 好 第三個呢 可能我自己幹的 好 也就是說我取得的資產的方式 大式來講 有三種 一種就是直接去買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就是直接去買 我的入帳成本的決定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交換 交換 就是以物易物叫交換 好 那交換的部分我暫時不講 好 因為這個詞我昨天有提過 那這個 我們今天要先講 因為時間有限 我先講 另外一個資產沒有提過的 就是我自己建 自己蓋這個廠房 所以我要來自建資產 好 那這些資產呢 大家可以想到 雖然大家沒有上過成塊 但是呢 這些資產跟我們的成塊 沒有很一些的關係 所以我講這個部分呢 重點不在於 我的成本怎麼去算出來 而是在於說 如果你自建資產 那自建資產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什麼 可能需要一些資金呢 好 比如說好了 我要蓋動 這個 我的辦公大樓 好 那我要去銀行借錢 那銀行借錢呢 我可能開始從我開始 要打算蓋這個房子 就開始跟銀行開始談借錢的這個問題了 好 所以我借錢 這樣就是什麼 不產生利息啦 那這個利息 在我這個房子 還沒有蓋好之前 可不可以承認為我的成份呢 這個房子的成本呢 因為我們說了 什麼是我的成本原則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金 那我蓋這個房子 除了我會投入的料工費之外 我跟銀行借錢的利息 可不可以列入我這個資產的成本之一 好 所以我們就要去探討 利息資本 哇 好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去談的 好 我說前面談我們的不動產 固定資產 好 那怎麼去找到適當的會計科目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入障的成本的決定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好 這兩個概念都有了之後 那我再談 如果你的資產 你的資產的取得是賣的 那就看你的買價到你什麼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一樣嗎 這裡來 另外一個是交換 好 交換我剛剛講了 我們暫時再次先進去 第三種產生這個 取得這個資產的方式是 自己建 自己蓋這個廠房 那當然自己蓋這個廠房 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我需要這個廠房來規格 或者是你那個設計 是房間沒有的 所以我必須自己蓋 好 那我資金資產呢 當然如果你從頭到尾 資金資產一樣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所以我資金資產 我從入了整本人工的製造費用 當然是我這個資金資產的成本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我資金資產 我錢沒有那麼多 我蓋一棟 好 這個所謂的 30、50層樓的辦公大樓 那我可能需要什麼 需要100億 那100億我沒那麼多錢 或者是說我的錢不想 全部都投入在這裡面 好 因為我有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呢 我的建這個 我的辦公大樓的過程呢 我要去跟銀行借錢 好 那銀行借錢 借錢就產生利息 那這個利息 可不可以當作我這個資產 因為我從從開始蓋 我就跟銀行借了 借了錢我就要付利息 所以在我這個資產還沒有蓋完之前 已經發生的利息 可不可以在成本原則之下 任列為我這個資產的成本呢 好 所以意思是我的利息可不可以資本化 所以資本化就是列為我的資產的成本之一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這一次考試要考得重 因為這個是出塊裡頭沒提過的 利息資本化的問題了 好 那利息資本化我們先談呢 基本上就是你資建資產才會有利息資本化的問題 也不是一定就有資建資產 大部分會產生這個問題是資建 而且呢 因為你蓋一個房子 為什麼講 尤其要講的是不動產 你的那個房屋比較多 因為它需要的時間是很長的 好 如果你是買一個機器 可能一三個 三個 三個 兩個月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們會不動成就是這個建的這個房 建築物給我們探討的主題 原因是因為它是比較長的 所以第一個 資金資產它的利息可不可以資本化 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什麼借款 公司一定要有借款 這個借款不一定是為了蓋這個房子而產生的借款 你就說利息資本化的探討 第一個 你一定要產生利息的支出 你一定要產生利息的支出 那你這個 你可能會產生利息的支出 當然就不一定是你有借款 那這個借款不一定是要為了蓋這個房子而產生的借款 不一定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探討利息的資本化的時候 第一個 要你有一個概念 一個就是公司要借款 因為有借款才會產生利息支出 第二個 這個利息支出不一定要專門為了蓋這個房子而借的 只要公司有一般的借款就可以了 蓋的借款就可以了 好 這是第一個 要做界定的 第二個 我們要探討 我們要談的是 你的利息 你如果為了蓋這個房子而去做的 它是這個專案借款 所發生的利息